中文字幕志愿者 总理,顾名思义,就是一个国家的政府首脑,负责统领中央政府的行政工作。 当然了,总理也有一定的军事权,但没有军事指挥权,因为军事权是领导军事和国防事业的权利,不等于军事指挥权,禁止我国。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,在康美人潮中,周总理被称作总参谋长、总后勤部长和谈判总指挥。 文章开头也提到了,总理是没有军事指挥权的,那周总理为何又会得此称呼呢? 其实,称周总理为总参谋长,是因为在抗美人潮期间,他如同解放战争时期那样,作为军委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,是毛主席军事指挥上的主要助手。 那时,周总理密切关注着战局的发展,并根据党中央的决策,部署前线部队的军事。 行动还协助主席成功发动了三次战役,后来主席离京休养,委托总理全权处理抗美援朝上的事情,期间总理发动了第四、第五次战役。 而斯大林也明确表示,中、朝、苏三方部队在朝作战,由中国周恩来统一指挥,并将同一电报发给金日成和苏联驻朝大使斯蒂科夫。 趁周总理为总后勤部长,是指他在后勤保障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。 开国元帅聂荣珍曾说,志愿军的后勤工作,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。 抗美援朝之前,总理就对志愿军的武器、弹药、车辆补充、伤员收治和后勤干部调配等问题,做了精细的部署。 志愿军入朝后,总理更是诗无据系的操劳的后勤,从后勤保障所需要干部、部队、车辆、物资、经费、运输等因志愿军难以生火做饭发动国内家家户户做朝面,都是由他关注解决的。 不仅如此,周总理还亲自到北京的一些机关视察,同大家一起动手做朝面。 后来,总理成立了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,负责在朝鲜境内一切后勤组织与设施。 这个司令部管理着18万多人的运输大队,为志愿军在前线打胜仗,提供了充足的保证。 开国元帅彭德怀曾多次说道,抗美援朝的胜利,60%至70%,归功于后勤,周恩来同日是首功。 趁周总理为谈判总指挥,是指,他在抗美援朝的指导停战谈判斗争中,处于实际最高主持人的位置。 朝鲜战争发生爆发后,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向世人表示,要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。 志愿军入朝作战后,总理仍旧没放弃和平解决朝鲜问题。 在志愿军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到三八线后,总理又发表声明,外国军队必须撤出朝鲜半岛。 朝鲜问题由他们自己解决,在随后的几次朝鲜停战谈判会议中,周总理都是最高决策层,实际操作者和具体指导者由他主持起草的文件和纸,是有三百多件之多。 那时,中国政府派李克隆和乔冠华赴朝参加谈判工作,他们在朝鲜开城与北京有一条热线。 每天上午谈判,下午里,乔二人将谈判情况,会总报到北京。 随后,周总理召开会议讨论谈判情况,并连夜修改后再发网开城。 有时候,李、乔二人深夜或者凌晨都得向总理汇报情况。 可见,在朝鲜停战谈判中,周总理付出的操劳和作用是多么的大。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,多多点赞,多多收藏,转发和评论,谢谢。 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,欢迎品读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